在這裡 我的在這裡 那個封條拿掉 這是我為了保住我自己 我自己不貼的 帶著我們到車位來看 住戶五小姐相當氣憤的說 二十年前花了上百萬元 買來的車位 現在說柴九柴 當初是因為有兩個小孩 我要工作 我太太要工作 所以不得不買 忍痛買一個車位 這都會買嗎 我跟他就講 你有瑕疵東西 你會買嗎 另外這位楊先生 雖然不是住戶 但使用這車位也超過十年 現在被告知違法 大家相當納悶 買的時候 建商給我們一個所有權狀 一張是建物的 兩張是土地所有權狀的尺分 如果你有問題 你市政府為什麼不來處理 拿出停車格買賣的證據 還有律師蓋章 甚至還有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 但專業人士一看 馬上發現問題 變得類似有幽靈車位的概念 因為你買到有建物權狀 沒錯 你也買到有基地尺分沒錯 但是實務上 你建物權狀 應該還有領建物登記簿成本 一看到建物登記簿成本 就可以知道說 它的建物的用途 是防空避難室 並沒有停車場 雖然車主們都有獨立權狀 但這建物所有權狀 上面寫是防空避難室 並非是停車場用途 但一般民眾購買時 根本不會注意 只認為有權狀就沒有問題 我是在103年的時候買的 我有問一下說 你們停有沒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好像沒有很高 他說沒有問題 我們都有權狀 甚至住戶透露 有人是近三個月才新買車位 無奈現在面臨拆除命運 還有第二個爭議 就是因拆未拆 這個公告跟公事 沒有讓善意第三者知道 專家表示購買前發行用途不對 就趕緊多方詢問 才不會買到幽靈車位 東京新聞 蔡宜娟 台北採訪報導